美大学成功在人体皮肤上列印电路 智能制造在成为引领各地转型升级引擎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中的阵痛 5月19日,新华社直属中国经济信息社在制造名城长洲发布中国智能制造年度发展报告,以及全球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 横派新闻 www.spaper.cn 从报告看到,数据分析显示,美国、日本和德国是智能制造发展引领型国家,属第一梯队 中国则名列智能制造发展第二梯队,也就是先进行国家行列,综合排名全球第 6 过去一年,中国智能制造在发展环境、发展基础、要素支撑等方面持续进步 同时,报告认为,中国智能制造目前仍存在一定非均衡特征 即正、产、学、用、资务方面中,政策与学术发展势头迅猛 产业、应用与资金的发展有待进一步提升 此外,企业智能制造基础薄弱、系统集成能力不足、智能制造人才缺乏等仍严重制约我国智能制造发展 报告建议,中国应加速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加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推广力度、推进区域智能制造协同发展、健全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等等 报告发布后的访谈环节,来自学界和企业界的多名专家、创业者分享了对智能制造发展问题的看法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孙毅认为,中国智能制造眼下正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从技术的角度,中国智能制造的整体创新能力予以开发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重要基础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对外依存度高 比如,目前传感器的关键技术基本都被国外垄断 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不仅带来制造业的成本问题,更关系到我国工业安全 孙毅表示 此外,孙毅还谈到了工业数据的互联互通问题 他说,目前我国工业网际网路标准林立、诸侯割据,难以实现数据在供应链、产业链之间的融合 孙毅认为,如此一来,不能打通生产端和消费端、产业内和产业外的数据壁垒,会极大限制智能制造的发展潜力 长洲某工业企业创始人张冲浩重点提出了智能制造落地难的问题 在他看来,目前的智能制造对于大型企业有很大帮助 但对小型企业、离散型企业帮助有多大还没有被摸索出来 目前,中国注册在岸的中小微工业企业共有2000多万家 张冲浩认为,智能制造技术如何适用于离散型企业,占比99%的中小型企业,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